你跑我开车了 老头 你怎么骑车的你 这么大个车你没看见哪 怎么回事啊你 可娘 我骑好好的 明明你撞了我 你还得说我 你讲不讲理 明明是你骑车磨叽叽的 撞我的车 怎么着 来来来 瞧你吗 瞧你吗 恶狗 还敢咬人你 大股子 老公子 大股子 老公子 大股子 大股子 不要打扫 陈念 怎么了 急着 快 好 马上过来 你放心啊 虎子啊到了田田手里 有什么可担心呢 是不是 这伤口啊 给您贴上 您可千万不要碰到水啊 这两天 来 您动动 看看手指头 要是觉得有什么伤筋动骨的 还是得去医院看看啊 我给您去倒杯水 我给您去倒杯水 谢谢 她的伤口太严重了 准备吸入式麻醉 不用注射麻醉吗 这是锐气击打造成的外伤 如果有注射麻醉的话 容易加重她肝肾的负担 快去吧 明白 来 这里我来善后 你快去跟主人说一声吧 好 辛苦你了 小田大夫 虎子咋样啊 大爷 放心吧 虎子没事 田大夫 虎子咋一动不动呢 大爷 您别紧张 虎子呢麻药劲还没过 半个小时以后才能恢复意识呢 谢谢 谢谢 明明 您别跟我们客气 刚才还没来得及问你 你跟虎子是怎么弄的这一身伤啊 这些渣渣当时就应该报警抓他们 算了 算了 我也不想惹事 只要虎子没事 我心里就踏实了 对了 这虎子它治治病得多钱啊 你看 大爷 这些就够了 剩下的你留着 就这些 这么便宜吗 您正好赶上我们医院的优惠活动 最近我们打折呢 对 还有 大爷 你回去以后要多观察虎子的状态 他如果出现呕吐啊 嗜睡 食欲不振的情况 要第一时间带来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我担心他的脏器受到外力的击打以后 会有损伤 一会儿你去医楼药房 直接拿点消炎药 及时给他用上 就当我们送你了 不行 不行 这个不行 真不行 真没事 大爷 上回我们医院大门坏了 还是你帮我们修的呢 咱们监理街坊之间 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您说是吧 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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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跟我们客气了 周大爷 您放心 您这个事儿 我们一定会替您报警 找回公道的 不好意思啊 我刚结束 你忙完了 没关系啊 咱们继续吧 你再等我一分钟 我记一个就诊记录 好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们田林的传统 每次一诊之后 都要贴一个爱心 一诊 我能看看吗 给 这就诊记录 有什么好看的 你今天给那只狗 删了稀麻 费用一共超出了 一千五百块钱 还没有算 其他的医疗费用 对啊 我 我刚才治疗的时候 你看见了吧 幸亏我看到了 那 那狗的主人周大业 他是个石黄老人 他靠捡垃圾生活的 一千五百块 你知道他要捡多少瓶子吗 今天他来的时候 连一百块钱都没带够 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是 我知道 像今天这样的情况呢 当然要救 但是你这些 这 这是什么你告诉我 刘小姐 一只兔子 两个月你给他 一诊了几次 四次 还有这个黄小姐 还有这个温先生 这两个加起来 你一共一诊了六次 最吓人的是这个黄小姐的博美 她叫奥特曼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短短两个月你给她一诊了八次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医院还开不开了 你这是在亏损 你怎么做医院呢 我父亲教育我的 医者 以高尚情操 行仁爱之术 无愧于天地 无愧于内心 这是我们田家的传统 更是我们田林医院 上上下下一直坚守的信念 怎么了 行 那你父亲有没有教过你一句话 最简单最朴实的 叫救急不救穷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一直这么去 帮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吗 你会让这些养宠物的人 产生一种惰性和依赖 你会让他们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人都会无条件地 去帮助他们 救助他们 而这些人只知道 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索取 不愿意去付出 这种人根本不配 也没有能力去养宠物 当你不再去救助他们的那一刻 宠物只有两个下场 一种是流浪接头 另一种就是等死 你懂吗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 你面前的那份计划书 你就把字签了吗 以后田林的经营 由我来负责 我觉得你说得挺对的 我是应该找律师 和专业的人士 来帮我好好的 看一看这份合同了